大家好,心理一年开始了 不知您是怎样开启你心理一年的 我呢,是一徒步开启了我的2024年 在国外过年是非常冷清的 孩子今年又不在身边 所以元旦呢,我们中午吃完饭后 就开车到了喜欢的温哥华本乐比山去徒步 其实今天挺冷的,室外三度 所以车子一停了,就听到旁边的老外一直在说 淒哩淒哩 一开始,我围着厚厚的围巾 遮挡了一半的脸蛋 山里有微风,把我的鼻子一会儿就挤出了鼻涕 约三公里之后,身子才开始暖和起来 到了山顶,感觉全身非常舒畅而轻盈 是有种白云回望河,轻入路看无的味道 下山后,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运动衣 马上喝了几口水,抓派了这美丽的绝佳风景 在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与陪伴 新年快乐,下次见